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剛剛有人 我們提到有人問案佛 事實上他們那種 發揚很多 比如說有人問案佛說 你知不知道生靈的葉子有多少 佛就說他的數量有多少多少 結果他故意說 再偷偷的摘幾片葉子藏起來 就要考驗佛 他想說佛說一個數字 那他藏起來的話一定不對 一定會少掉那些 結果佛說那邊的葉子有多少多少 但是少掉多少 一算正好 他是所事先偷藏的那些 其實千奇百怪 那哪些人來問案佛呢 人也是形形色色 問案的法也很多 比如說十四無紀 或者說佛為什麼不說外道經等等 問案人呢 其中有沙門出家人 或者是在家的婆羅門 或者天魔範 天魔範 這裡的天 有地居天 還有空居天 魔 就是第六玉天 我們六玉天最高的他畫自在天 那個就是天魔 天跟魔如果合在一起談的話 魔他是代表第六玉天 那麼前面的這個天呢 如果扣掉第六玉天的話 那主要就是前五天 就是四天王天 道立天 夜魔天 多帥天 唐華之在天 等等 那範 就是出禪天 以範天王為首 那如果再更廣的話 就是包含一切的色界天 除了三十三天 余 就是說除了這些以外 還有其他人 也 來問案佛 我們現在所講的 這個都是在解釋經文 經文就是在六百八十九頁這邊 有沒有 沙門 婆羅門 魔 天魔犯 愚眾 如實言 釋法不知 等等 那什麼叫如實言 什麼叫如實言 這裡的意思就是說 外人 以現世 或者以因緣 來問案佛 不是說很真實 這外人在問案佛 他是說 比如說虛弥山 這個現實的例子 到底有多重 佛你到時候看看 類似這樣子 乃至不見是回味相 這個相就是因緣 佛不見小小因緣 如法能來破壞活的 以不見故至成員 安利聖主住處 前面我們是翻譯成聖主 但是這邊又用音譯 阿里莎 阿里莎就是聖主 或者安穩聖人的意思 好 好 這是 以上解釋 一切智 佛是一切智人 接著解釋第二五位 一切漏盡 五位 佛自成員 佛自成員 我一切漏盡 有人又問案佛 你哪些煩惱 喜氣並沒有斷盡 那到底哪些漏呢 這裡有三說 第一個漏 有三漏 欲漏 有漏 無名漏 欲漏是欲界的 漏是煩惱 有漏 是色界還有無色界 無名漏 就是三界的無名 無名的煩惱 另外 有的是說 從六根中出的雜染 名為漏 六根中出的煩惱 與心相應的心手法 像一些煩惱 另外 如一切漏盡經中 分別說七漏 七漏 我們請看角柱 83 中阿涵漏盡經也提到七段漏 煩惱有七法 他說有的煩惱 需要從正見來斷 有的煩惱 像一些見貨 我質這些 那並不是說你修苦行 或遠離就可以斷 他是需要有正見 才能夠斷 有的煩惱 那煩惱呢 從戶斷 這裡的戶呢 就是密戶根門 跟律儀 密戶根門 那有的煩惱從哪裡而生呢 因為他接近二知識 遇到邪師 惡友 那這樣的煩惱呢 就是要從遠離而斷 遠離二知識等等 那有的煩惱從用斷 中函 中函裡面是舉幾個例子 比如說 比如比丘受用衣服 飲食 握具醫藥 他不是為了多多益善 他是要保有一個原則 少益知足 但是也不像外套這樣子 斷食啦 或者是只是穿一些樹皮等等 那如果說有的刻意的來修苦行 那智慧不開 還是會煩惱嗎 所以從用斷 他指的意思就是 他受用這些衣服飲食 握具醫藥 但是少益知足 如果完全不用的話 會產生煩惱憂期 有的肉 有的煩惱 要從忍而斷 比如說飢餓啦 蚊蟲 有的人做事情做到一半 我肚子好餓喔 飛了一下先去吃一下 再回來再繼續工作 或者有的怕蚊蟲等等 這類的煩惱呢 要從堪忍而斷 有的煩惱需要從除而斷 比如說貪欲 撐慧 或者是害人的心 這些要斷除 如果沒有根本斷除的話 春風吹又生 更沒有斷除 有的肉 從絲維斷 這裡面是講 修七絕之 念絕之 責法絕之等等 那佛 不管你是玉肉 有肉無名肉 或者氣肉 所有的一切煩惱還有喜氣 全部斷禁 好 再來解釋第三個五位 佛說哪一些是藏道法 好 剛剛我先請大家先思維一下 哪些法會造成我們的障礙 是沒有飯吃會障礙呢 沒有錢會障礙呢 其實不是 真正會藏道的法 有哪些明珠有肉業 就是業障 再來一切煩惱 那是什麼 煩惱障 還有二道暴障 所以我們回向的時候 願消三障諸煩惱 對不對 哪三障 就是禍業庫 有煩惱障 一障 還有這個二道暴障 這個才是障道法 那有的人他想要修行 但是 他是 起增上身心 不管是布施也好 或者是慈禧也好 修禪禁也好 他是為了世間的福樂 這個也是障道法 你看 為世間故 來修布施 或者慈禧 或者說 修始善道 來貪著 種種的禪位 像這些 沒有辦法真正達到內盤的 即使是善 也是障道 不善當然是障道 即使是善 但是是染污的 或者無忌 這名為障道法 那我們破阻 煩惱障 鬱障 種種的苦障 而且發心正確 為了處理 為了成就 無常政治正確 破阻中的障害 還要修正確的法 這個就是第四五位 說禁苦道 那什麼樣的法門 可以達到涅槃呢 那有種種說法 一個是聖定聖慧 就是要定慧 那有的說三聚道 也就是無肉的戒定慧 有人說四法 就是苦極滅道 是聖地 有人說 要出世間的五根 就是信 禁 念定慧 信根 經禁根 念根 定根 慧根 有人說六出性 六出性 請看角柱八十六 在常阿涵 有提到六出要戒 在常阿涵有提到六出要戒 出要戒就是出離 那這裡提到什麼呢 就是修慈心觀 修悲喜捨 四無量心以外 還有行 無我行 無想行 另外有人說修七決意 就是七決之 念 責法 精進喜 清安 定 還有捨 還有捨 捨決之 有人說八正道 可以達到涅槃 論議師等言 一切無漏道 可以達到涅槃 這個是說禁苦道 好 再來幾世 什麼叫做安住聖主處 如果有沙門或婆羅門等來問案 佛事實上你並沒有漏盡 或者說你不能夠知道一切法等等 乃至不見 這微微相 以不見故自成元 安立 阿里莎住處 就是安立聖主住處 問曰 為什麼佛自成元安立聖主住處呢 第一個就是欲自立立他故 佛自己功德圓滿具足 也希望令眾生得到安樂利益 如果佛只有自己得到安樂 不能立眾生 這就不明為聖主住處 所以聖主 他是要自立立他 只有自立功德圓滿 這個還不叫聖主 或者反過來 有的只是立眾生 但是自己功德不具足 這個也不能稱為聖主住處 那一定要自己功德圓滿 也立眾生 才叫安立聖主住處 這是從自他功德自立立他 再來從滅惡來講 佛自己滅惡也讓眾生滅惡 滅惡惡惡故 第一清淨妙說法故 這是安立聖主住處 第三 能夠轉法輪開世 是第三轉十二形象 四聖帝是苦極滅道 那什麼叫三轉十二形象呢 我們請看角度九十 同样转法轮经 南北转或者是单独翻阅经典 有一些出入 不过其中一说是这样子 初转有四个形象 就是说佛他来开示示圣地 说这个是苦圣地 有哪些苦哪些苦 比如说八苦等等 再来这个是极圣地 极地的内涵主要是烦恼跟业 就是苦的因 有烦恼跟业 再来说这个是灭圣地 这是涅槃 再来这是道圣地 比如说八正道 修这八正道可以达到涅槃 这是四转 就是显示 有苦即灭道 再来就劝众生要学 就说这苦圣地 应当要如实了之 要如实知苦 那极地呢应该要断 这个烦恼要断 要断极 再来密地要正 要正密 道地应该要修 这是第二转 第三转 佛说这苦圣地我已知 已经完全了知了 不复更知 极地已断 不复更断 灭地已正 不复更正 道地已修 不复更修 这一共有三转 那每一转各有苦即灭道 这就是三转十二形象 所以佛能对四圣地 三转十二形象 能转能分别显示 开眼 故自成言 或安利圣主住处 再来一切以悔邪见 能够除去 一切甚深的问难 佛都能够 编满的解答 名为安利圣主住处 底下小字 有些注解 阿丽莎 有最高 不退却 不隐没 祭祖功德无所减少 这样的意涵 祖师等因缘功德利固 至成言 或安利 圣主住处 再来众中狮子吼 前面经文说如牛王 或者说在 在大众中做狮子吼 那在哪些大众之前做狮子吼呢 这里有提到八众 沙门众 一些出家的教团 或者是婆罗门众 还有岔与众 岔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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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王族 古士阶级的 还有天众 这个天众 在其他经典 主要是讲居士众 居士众 属于平民阶级的 工商农 这些平民阶级的 那本来有印度有四姓 对不对 就是婆罗门 差地利 还有废射 废射就是这里有的翻成居士 另外有守陀罗 守陀罗是建民阶级的 那因为建民阶级 这里没有纳入 所以用沙门众来取代 本来有四姓 婆罗门 差地利 居士 那守陀罗他这里没有列出 用沙门众来取代 这里的天众 在 常阿罕等等 他是 取居士众 那这里有人士众 另外有天的士众 就是四天王天 还有三十三天 还有魔仲天 魔仲天就是第六一天的 还有范仲 范仲天 属于色界的 众生于此八众 希望智慧 所以经中淡说八众 那佛在这八众当中 作诗之后 此中佛诗之后 其实也在一切众中 以事故此经中淡 若负于众 如果还有其他的众生 佛一样 也是可以 作诗之后 只要闻佛音声的 尽皆是众 那父字有人言 佛你说法 这个独喘密寿 你偷偷的 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说法 说这个叫密传 那佛说 他是在众中说法 所以在众中 做智成言 我有实力 属所谓 你众中诗之后 你如果说 自己在屏处 偷偷说法 到底说了什么法 到底多正确多好 谁知道呢 父字 佛自成言 我为一切 世间师 天人师 一切智人 若有疑问的 有疑惑的 不信的 来 那佛都能够为他 开言己说 以事故言 众中诗之后 那这里为什么谈 诗之后呢 就来变 世间的狮子 跟如来佛狮子的差别 来变异同 首先谈类似的地方 狮子王 他是清净种中生 他在深山大谷中住 这个都是描述一般的世子 长相怎么样怎么样 脸庞很大 骨头 身肉肥满 种种种种 很有威武 勇猛威武有力 等等 这个大家自己看 如果不太清楚的话 去拿这些去动物园对照一下 就可以体会得到 好 我们来看佛狮子 佛狮子亦如是 他从什么样的种性中生呢 底下都是谈佛的 具足的功德来比喻 那是有六度 还有谷四圣种大性中生 四圣种 我们看角度103 就是对衣服 佛恩也能够知足 或者说对饮食 也能够随所得饮食 能够知足 还有住处 或聚 也能够知足 另外还有乐断乐修 这是四圣种 极灭大山 就是佛号极灭 除了禅定的极灭 另外有断烦恼 彻底的极灭 在身谷中住 这个身谷不是说佛 做到山洞里面不出来 这身谷指的是圣生的禅定谷 有圣生的禅定 那头 这个狮子的头很大嘛 那佛恩是什么头 它是一切种子的头 方甲 就是脸的两侧 这些 那佛 这是极株善根 还有眼光 目光炯炯有神 有光泽 为什么 因为佛具有无肉的正见 即使肉眼很亮 没有近视 没有老花 但是这个是世间的 那真正的光明 那是佛的无肉的正见 那高广眉 眉毛 有的眉毛 很不错啦 长得不错 但是 有的就用画的啦 画眉 那佛 它是用定慧 定慧等型 高广眉 在牙齿 又洁白 又没有缝隙 没有蛀牙等等 这是事无所谓 巨竹口 口就是无外解脱 巨竹 疑 疑就下巴了 这是似正勤 兼慢 还有牙齿 蜜 还有整齐 不会爆牙等等 这是三十七道品 再来 刺白蛇 这是修不尽观 耳高尚 这是有正念正慧 再来 毛法 光润鲜白 是因为有十八不共法 身肉肩酌 这是因为有三解脱门 再来脊 脊椎的很正常 这是因为有三世线 三世线我们之前说过 就是佛开示众生 有三种世道 有的神通变化 这叫神变世道 有的是知他心 这个叫寄心世道 有的是用言语的教计 这个叫教计世道 再来明行俱足 腹不现 再来 腰很纤细 因为有忍辱 尾肠 尾肠应该四肢才有尾 这点尾肠是远离形 暗立 因为有四肢一足 爪 四肢有爪很立 那佛是用五血五根 立四五量是因为佛具有实力 再来具足身因为有五肉的法 法众具足 另外佛具有三昧王 诸佛三昧王 三昧王三昧等 还有四五外字 平身 平身有的是讲说 伸男腰 或者是打他欠等等 有时候狮子也会稍微 舒展一下他的筋骨 佛呢 他是用四五外字 诸法题中 着无碍解脱口 无碍解脱 因为佛破除一些定障的定障 或者是烦恼障 或有一切对法的障碍 得到无碍解脱 一是实力广度众生 都能够时间恰到好处 死不过 是一切世间天人成遭相 显诸法王的德 很有威武 他威 他不是说 只是装某作样 而是他的德能够让外道 论一师 邪见之属感到部位 能够绝众生四地中碎 因为众生不了解四地嘛 还在沉迷当中 佛能够以四地让他觉醒 降伏无我 着无众者的较慢力 有的人因为他有我执 他自己不知道 显得很较慢 事实上无我的人他反而不会较慢 能够开 意学意论诸邪见之道 为他们能够开道 行邪者不为信证者翻喜 顿者令利 能够安慰弟子破坏外道 有些长寿诸天 久寿天乐 也能够令他们知道无常 如是众生 听闻佛四地狮子吼 产生艳离心 得离入涅槃 这是佛众中狮子吼 底下说 狮子 一般动物的狮子吼 跟佛的狮子吼有什么差别呢 一般的狮子吼 种鸟兽经部 别的就下死了 别的没有下死 但是也下昏了 佛的狮子吼可以免除 让众生免除死的部位 因为能够让众生处理三戒 一般的狮子吼 他们还有 虽然说能够下其他的鸟兽 但是 他还没有解脱轮回 世事实苦 但是佛狮子吼 让众生没有后世的苦 一般的狮子吼 其生出二 有的人不喜欢听闻 或者一些鸟兽不喜欢听闻 生死不畏 可是佛的狮子吼 因生柔软 闻者无厌清 皆生乐 普遍远闻 能够给众生生天乐 或给他另一般乐 这是一般的寿司之吼 跟佛狮子吼的差别 外人又问 佛狮子吼 有时候也令闻者生不畏 跟一般的寿司之吼有什么差别呢 论主说 刚开始听闻佛狮子吼 可能一开始会小不畏 可是之后会得大利益 听闻佛狮子吼 当时小不吼大利益 执着 我的人 这里面有四种人 我们有颠倒 一般讲四种颠倒 常乐我敬 对不对 这里列出四种 四种人 一种人 本来是无我 他误以为有我 执着有我的众生 再来第二个 是可爱世间乐的人 本来世间是苦的 但是他误以为是乐 再来 本来世间是无常 但是有人执着长颠倒 为长颠倒所欺服 本来是不敬的 众生误以为清净 不过这个地方 他是讲邪见 就是说本来是空的 但是众生误以为实有 产生众生的邪见 众生因为有颠倒 佛一开始做四字吼的时候 执着常乐 我还有实产生邪见的这些众生 他产生部位 因为佛他是开始无我 苦 无常 空 他开始虽然会产生一些小部位 可是之后会得大利益 如今中言 佛说四地 乃至上逐天皆部位 做四念 我等无常相 无常相 就是对质上面的长颠倒 苦相 就是对质可爱世间的乐 无我相 无我相 就是对质 指无我心者 空相 就是对质 邪见心者 会以故 未颠倒故 着常 着乐 着我 着实 等等 是为差别 再来 闻狮子吼 除黎玉仁 黎玉仁也得禅定 对狮子吼 当然不会有不畏 但是其他会不畏 而佛的狮子吼 求涅槃或离异人皆不畏 受狮子吼 不管是好人坏人都不畏 佛狮子吼 只有善人不畏 一般的狮子吼 一切实不畏 佛的狮子吼 虽然小不畏众生 但是佛能够为众生 告诉他们 什么是罪啊 什么是福 是世间罪恶 令不乐世间生 告诉他们 出世间的涅槃 有种种的功德利益 能除世间种种部位 必恶道来开善道 能令人到逆盘城 佛语名为狮子吼 有二十四 一指实力 还有不退缩 不展 这展就是推辞推延 还有佛泛因 未曾有 能引导大众 众谋经步 扰乱谋民 诸天翻喜 能够出磨的迷惘 断磨的细浮 破磨沟 过磨戒 治法增长 减损他法 就是好的法增长 一些外道的写法 不好的法 让他减损 果报不虚狂 果报不虚 说法不空 能够令凡夫人入圣道 入圣道者能够具足漏进 彻底解脱烦恼 谁所应得三圣 也得他发心大小 也得到声闻 也得到圆解 也得到佛圣 所以佛语名是之后 以上是是之后 总相别相依 再转范轮 我们一般讲说 佛是转法轮 但是这个经这里有讲说 在大众中是之后 能转范轮 所以底下就是解释 什么叫转范轮 范的意思就是清净 所以说修范行 这个范就是修清净行 轮是什么呢 这里解释是佛的智慧 还有智慧相应法 名为轮 佛说法 佛地址或者是受教的人 随佛法而行 这名为转 所以转范轮 就是转清净 智慧轮 这轮以具足 试念处为骨 骨是车轮的中心 有试念处 有五根 五立 还有四如一族 四正秦 三解脱门 禅定智慧 还有五肉的戒 还有七觉知 等等 这些庄严 还有正见 信心清净 正经浸 无畏师之吼 配合范轮 种种辟喻 能不磨轮 破十二因缘 解解轮 坏生死轮 离烦恼轮 还有断除夜 障碍时间 破苦轮 能另行者欢喜 天人仰慕 这样的范轮 除了佛以外 其他人没办法转 其他的沙门 乃至于众 都没办法转这样的范轮 只有佛可以转这样的范轮 这个轮 他是持佛法 顾名转范轮 那有人就想到 转轮圣王也有轮 对不对 那转轮圣王的轮 跟佛法转法轮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底下 有说佛是法王 跟世间的人王 转轮圣王 是有什么同意 还有法轮跟保轮 有什么同意 还有范轮跟法轮 有什么不同 来解答这些问题 好 首先 来解释佛与转轮圣王 有什么地方相似 转轮圣王 他也是清净总性中生 随性加益成就 他也具有三十二相 虽然说佛的三十二相 比转轮圣王庄严多了 但是转轮圣王也有 那转轮圣王王德具足 他有七宝 七宝里面有一个轮宝 能够转这宝轮 香汤灌顶而受 王位 他能够统领四天下 那破除一切邪法 让这些邪恶的众生 不会为悔作歹 而且他保障封足 那这些军队都以七宝为庄严 以四色法 不施爱与力行同事来摄取众生 善又王法 他不用言行立法 他是用十善道 这些人法 来统领天下 委任主兵大臣 来治理国政 有庙上珍宝 乐以布施 有所自念始终无异 这是转门圣王 那佛是法王 他也是清净总性终生 像释迦牟尼佛 燃灯佛等等 他用什么庄严呢 是先佛威仪行业 他威仪还有清净行 还有巨组三十二相为庄严 他不是挂阴落那些来庄严 他是以清净的行业 还有三十二相庄严 圣主威德被拒 因为圣王有王德嘛 他是用圣主法王的威德 转真法轮 那灌顶呢是智慧甘露位 来灌顶 那统领三界 是三界中尊 不是说像转人圣王 只有统领四天下而已 转人圣王他是破坏一切的邪法 贼法 但是佛呢 他是破坏一切烦恼贼 令有学无学众欢喜 一切烦恼 或者说有些外道的建计旗见等等都不行 就没有他们的余地 无感为者 无量法宝杖具足 用七绝分宝庄严 还有八万四千法法宝 但军队不是说佛统领的万军 他是有八万四千法的法宝 有出世间的四色法 来色受众生 知道方便说四地法 为法王 义 那转人圣王他是有祖兵大臣 他是贵姓来统领国政 那释迦牟尼佛 他有一些佛法的大将 像声闻就有智慧第一的瑟利佛等等 菩萨也有弥勒 父祖他们来善治佛果法 还有用无肉的五根 五粒七绝之种种妙宝来布施 不是用世上的珍宝而已 生久一切众生善事 为所念坚固 这是相似 那不同呢 佛当然比转人圣王殊胜多 转人圣王他并没有离烦恼 而佛已永离如烦恼 转人圣王他还在 生死轮回 莫在饶死你当中 而佛已经处理 转人圣王他还是恩爱的奴仆 而佛已经超出了 转人圣王还在生死道中 而佛已度过 转人圣王还在愚痴的黑暗当中 而佛已经住第一光明当中 转人圣王在四天下他很自在 可是佛能够自在于无量无边世界 转人圣王是财宝自在 佛是心宝自在 转人圣王还有渴望天乐 希望享天乐 可是佛乃至有顶乐 有顶乐就是飞翔飞翔天的那个乐 已经远离了 已经超越了 转人圣王从他求乐 而佛自心生乐 所以佛比起转人圣王来说 殊胜多了 以上是佛法王与世间转人圣王的比较 底下法轮与宝轮的差别 比较同意 相似 转人圣王是 他有七宝 其中一个轮宝 告诉他说你往东他就往东 往南山部州他就往南山部州 他空中无外 但是佛转法轮 他不只在空中 一切世间天人中无碍无遮 一般见转人圣王的宝轮中毒皆灭 但是如果遇到佛法轮的话 一切烦恼毒就消灭 见到转人圣王的宝轮 因为他没有种种的灾害 诸灾消灭 遇到佛的法轮 一切邪见 遗毁灾害 通通消灭 转人圣王以轮宝 来统领世天下 佛以法轮 治一切世间天人 令得法之战 这是相似 显异 佛的法轮 比起转人圣王的宝轮 大有殊胜 宝轮欺狂 而法轮坚实 宝轮掌痒贪生之三毒的佛 而法轮灭三毒佛 转人圣王的宝轮还有肉 当然没有断尽烦恼 佛的法轮已经是无肉 宝轮勒五欺勒 法轮是勒法勒 宝轮还有烦恼 所以是结始所生处 法轮已经断尽烦恼 非结始所生处 宝轮有量处行 法轮无量佛果行 无量果 能够到处无碍 宝轮以一心清净不失 事实可得 可是法轮呢 他需要无量阿生其解 要成就佛的法轮 要无量阿生其解 来积极一切善业因缘及智慧 要符慧俱足 才能够俱足法轮 宝轮往死后就不转了 法轮呢 佛密度以后 还要流化佛 或者是他的这个法 还会再继续产生他的效用 法轮有转度化众生 法轮他能够承载一人 但是法轮呢 能够承载一切可度者 度一切众生得度彼岸 好 那解释什么叫梵轮 为什么不称法轮而称为梵轮呢 梵名为广 佛专法轮十方无辨 不名为广 还有梵 还有四梵型 事无量心 这个又称为四梵型 名为梵轮 还有佛刚得到的时候 有梵天王勤转法轮 故名为梵轮 再来佛刚初转法轮的时候 阿诺教程如 第一个得到 有人就 就开始传播消息 这个消息传到梵天那边去 所以又称为梵轮 梵轮 那有人 有人 比较重养梵天 像印度外道 他以梵天为他的最高的神 来礼拜敬仰 所以这边称梵轮 欲令欢喜 所以说称梵轮 外人问佛 为什么有时候说法轮 有时候说梵轮 有什么不同吗 这里说 说梵轮或法轮 事实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异 就是说梵轮者 他是献似无量心 说法轮 他是要显示世圣地 梵轮因世无量心得到 所以名为梵轮 依着其他世圣地 缘起无我等等得到 就名为法轮 梵轮 世世禅 禅定方面 社界禅天 世世禅 就称为梵轮 法轮 就显示三十七道品 梵轮 显示修禅定的圣道 法轮 显示修智慧的圣道 有禅定有智慧 如是等分别犯人与法轮的差别 好 我们今天先到这儿